最新消息又是因為闖紅燈 釀成的車禍 二十六號零程來臺北的大同區 發生一起車禍 造勢的駕駛疑似因為賭氣 連續闖了好多個紅燈 在重慶北路一段跟長安東路 一段路口時 將一輛白銀色的轎車撞入了超商 造成三個人受傷 而詳細造勢原因 警方還在調查 一台銀色轎車直接被撞進超商 超商玻璃碎滿地 商品倒成一片 工作人員在旁忙著收拾殘局 因為二十六號清晨 在台北市大同區 一名男子開車載著男性友人 途中發生爭吵 駕駛竟然賭氣一路 闖了多個紅燈 在長安西路一段路口 撞上一輛轎車 把對方車輛直接撞進路口超商 一次因為賭氣開快車 讓遭撞的銀色轎車 直接撞入超商 還撥及無辜顧客 這起車禍造成三人受傷 闖紅燈的白色轎車 車頭全毀 車內的安全氣囊彈出 警方到場後 肇事的副駕駛已經自行離開 警方也將肇事男子帶回調查 関西的事故原因還在擬清 何時文林明威 夜首輔廖子宣台北報導 都曾經營業 不是剛才有委註的 分開